老公带三十几年绿帽不自知 天道苗可丽全说了 爱女崩溃 轻生的重要 三绿八点台剧天道剧情精彩 苗可丽和王耿豪是主仆关系 没想到星会的DNA报告显示出 是王耿豪的女儿 苗可丽大崩溃说 你为什么是雅杰的爸爸 你欺负我 显示出苗可丽被侵犯了却不自知 原因是当年苗可丽喝酒误事 而最新预告中星会的老公黄玉荣被诬陷 性骚扰女学生 星会寻求娘家协助却遭拒 让她暴气自暴绅士 你们就是偏心 亲生比较重要 苗可丽表示当年自己喝酒误事 把王耿豪误认为老公张明杰 两人发生了一夜情 结果还有了孩子 听到事实后 星会非常心疼妈妈的处境 也和妈妈达成共事守住秘密 星会依旧是张明杰最爱的女儿 这段母女真情互动 也让观众看了全都流泪 没想到星会遇到困难求助无门 寻求娘家又遭拒 让她暴气公开自己身世 等于爆出苗可丽让老公戴了30年的绿帽 王耿豪和星会是妇女关系 苗可丽当场崩溃 赏了王耿豪一巴掌说 我最幸运的哥哥竟然会骗我 欺负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这才发现当年苗可丽喝酒误事 把王耿豪误认为张明杰 两人发生了一夜情 还有了小孩 没想到预告中星会竟然会选择自暴绅士 一旁的苗可丽则是像傻不发一语 更多精彩内容 请一定要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 三日台湾台天道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